在上車奧運全級金牌女將林玉婷 跟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合照留念 本屆奧運她扛出壓力奮力奪牌 回到家鄉英哥受到英雄式的婚姻 劉和然也代表市長侯友宜送上祝福 因為市長特別交代 我們玉婷現在是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女兒也是新北的女兒 可是最重要她是英哥的女兒 那前幾天的活動不是在總統府 就在市政府 所以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 要在英哥辦一場屬於在地的 一個歡迎見面會 所以特別責成我們的區長 以地方的意見 由新北市政府來當作平台 所有的經費由新北市政府來出 可是最重要的是 要把玉婷在球場 在那個競技場上的這些過程 她的榮耀跟她的辛苦 跟大家分享 不只家鄉辦見面會 還送上這個結合英哥陶瓷藝術的 特製金牌杯 新老師父 純金手繪Q版林玉婷 侯友宜即將屆滿 現在不少地方行程都是劉荷然 帶為出席 交棒意味農厚 這一場歡迎林玉婷的遊行 選在她的母校 這是劉荷然跟眾人討論出來的 回到英哥然後看到大家這麼熱情 我是覺得非常高興 因為 因為體育 因為拳擊 然後讓大家能夠凝聚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可以認識我 認識拳擊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與驕傲的事情 第一站將會是英哥工商 那再來就是英哥國中 那接下來最後的集結點就在英哥國小 無非是希望讓她的學弟妹們可以感受到 學姐在前機場上的一個努力 劉荷然感謝林玉婷和教練曾志強的付出 也期待他們繼續努力 為台灣拿下更多的榮耀 明星文綜合報導 下集結束